北加州客家同乡会于8月25日在Santa Clara的Sara Park举办了一场文心的仲夏烤肉活动,吸引了超过150位会员参加,场面热闹非凡。 活动由会长吕玉珍主持,并邀请了驻旧金山办事处副处长朱永昌、金山湾区文教中心主任庄雅淑等贵宾出席,共同感受客家文化的魅力。 今年我们都有办母亲节的活动,还有艺文活动,还有夏季烤肉,以及年会,都是自己做美食,然后自己编排客家的舞蹈,客家的戏曲。 大家借由这个夏季的烤肉,大家将交换这个客家的情谊,真的非常的感动。 这边也谢谢我们客家会的乡亲对于乔务的支持跟协助,那今天也要跟我们所有的客家乡亲来宣传我们的艾乔卡,那也鼓励我们所有客家乡亲呢,踊跃来申办艾乔卡。 主办方精心准备了丰富的美食,包括香气四溢的鸡腿,鲜嫩的肉片,讨的外酥内嫩的玉米,此外还有多道传统美食如茶叶蛋,泡菜,凉面,炒米粉等,让在场的乡亲们大快躲移。 在炎热的夏日里,台市鲍冰更是成为了活动的亮点。 此次活动不仅让北加州的客家乡亲们共度了一个美好的夏日午后,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谊,展现了客家文化的延续与发展。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出采访报道。